大家好,我是老黄 我这是在罗马 昨天我刚到这里 陪我儿子度几天假 在我出国前 我收到几份邮件 也有客人给我打电话 他们要申请政治庇护 每一个人他们都提到了 他们之所以现在急急忙忙来找我 是他们听出了有消息说 移民局的申请政治庇护的政策要变了 所以他们想急急忙忙的来申请 问我有没有这么回事 我就跟他说 我以前做过一个视频 说英国的移民法 难民这一块正在辩论 可能要修改一些法律 已经是二审了 在英国的议会当中通过了一审 然后现在是二审 他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新的法律来禁止 那些从英吉利海峡过来的那些难民 因为去年从跨越英吉利海峡到英国来申请政治庇护的 已经达到历史 已经破了历史最高 好像有五万人了 所以说呢 他们急急忙忙想用一个法律来阻止这些人跨越 在英吉利海峡跑到英国来申请政治庇护 由于这个法律变化呢 所以那么叫这个沉门石火 殃及此鱼 也就是说 所有将来非法入境的 这个来到英国的 想申请政治庇护的 可能都会面临着 他不准让你申请政治庇护 当然他这个东西 他有很多条款的 比如说儿童不算 家庭不算 或者怎么怎么的不算 怎么怎么的 因为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他有一些附属条件的 并不是说一刀切的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政策比较了解的话 这都是能规避掉的一些不利因素 那就算这样子呢 其实这个法律对中国人来说呢 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人现在跑到英国来的 基本上都是有 那个就是都是合法入境的 比如说你是旅游签证进来的 商考签证进来的 或者是留学生预期不归的 或者哪怕你是在第三国 你要到第三国在英国转机的时候 在机场报难民 这种都不属于那种非法入境 所以他新的法律 即便是英国国会通过了 对中国人影响不大 因为中国人现在很少 在像以前那样 通过什么做那个 那个就是那种集装箱进来 或者那种大卡车 在那个货柜车的下面 里面进来 这种事情呢 已经基本上是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也有的 比如说他是拿着外国的护照 比如说韩国的护照 新加坡的护照 或者日本的护照 拿假护照进来的 那这种呢 可能是属于那种非法入境 但这种人数量已经是相当少了 所以我觉得呢 你们呢 不要被那些传言给迷惑住 不要被那种传言疑惑住 因为有些人呢 他们鼓吹这些传言 他是希望鼓动你们 赶紧到他那边去申请政治庇护 因为他要做这个生意嘛 他要赚这个钱 但是我觉得呢 你申请政治庇护呢 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自己 把自己要申请政治庇护的这些理由 给梳理清楚了以后 有一定把握了以后 基本上知道申请政治庇护 怎么样不走错方向了以后 你再去申请 这样子呢 既能够拿到身份 又能够享受到 你在申请政治庇护 这等待期间 比如说等一年两年三年 这段等待时间 你能够享受到的福利 就是说基本上都能够照顾到 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做好充分准备了以后 再去申请政治庇护 最好不要是在打工的地方 或者住在一个什么地方 被移民去查到了 然后迫不得已了申请政治庇护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再充足 你的可信度呢 都会下降非常非常的多 要花很大的力气 很好的理由 去把以前的这个可信度 给兴服过来 那么我觉得呢 你如果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事情的话呢 你最好还是做好准备的工作以后 就去申请 不要再去管外面的传言 什么最近有变化了 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了 这些呢 都不要去顾它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应该把它做好 如果你看过我以前的视频 你知道申请政治庇护是怎么一回事情 申请政治庇护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应该不要走错方向 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 我这以前的视频都谈过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申请的话呢 你们呢 就不要去考虑 就是外在英国移民局的这些政策的变化 因为这个政策变化了 其实呢 它万变不离其中的 我三十年前来英国 到现在 每年都有人来电话 或者来问我 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变化 这个变化 那个变化 弄得我有些 有些我都是哭笑不得的 但是呢 最后它也变不了 为什么呢 英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 它是常任理事国 另外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公约 这个公约其实是在英国的主导下 英国美国的主导下 给制成的 你说英国它会退出吗 它不会退出 它只能在一个大的框框里面 在一个鸟笼子里面 进行修修补补 比如说福利上做一些跟动 然后拘留的难度呢 比如说以前是给永居 后来改成五年 现在又改成两年半 有的给五年 又是给两年半 难民批准了一分两等 一等难民 二等难民等等 它只能做这些跟动 但是它跳不出 那个如来佛的手心 今天的视频我想呢 我就做到这里 我是抽空做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呢 把心静下来 谢谢大家